旅館走廊 旅房客鬼鬼祟祟 繞著房屋工作車打轉 蹲下來插看伸手拿走咖啡包 塞進口袋偷走保溫瓶 急防禍報大聲呵斥 旅房客口出惡言 從口袋掏出打火機 做事放火 願見奪過打火機 將他壓制 逮捕上號 吃飯的周二小一點多 63歲王姓女房客 來到高雄鳳山區這間旅館投訴 順手牽羊拿走12包旅館 備用咖啡沖包及一個保溫瓶 旅館業者發現通知警方到場 沒有不要為了咖啡包 然後拿打火機出來 覺得確實不太值 都會去住飯店的 沒有可以去直接買咖啡包 不用為了省這個小錢 然後後面的停車油的沒的 了解過程中該女子情緒不穩 同時從口袋拿出一個打火機 意圖不明 警方見狀立刻制止 女子為了咖啡包揚言放火 幸好被遠景制服 旅房客被依竊到罪 移送法辦 三立信胡石英成員高雄報導 有意見 各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